尼肃在天石国不仅代表财富 更代表了地位 厉害的尼瓦工匠甚至可以入朝为官 天石皇帝为了增进尼瓦技艺 更建立尼瓦学堂供百姓学习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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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要优雅一点 侧面不够 再来个正面 片子还不到一分钟 女主角都出来了 也太不矜持了 身在天石广 竟如此唾弃尼座 这等白泪 我得必处置 住手 尼瓦学堂前 百姓喧哗都不行 你们竟敢在此行凶 陈先生教训的事 我等这就离开 走 就让我在地上趴着吗 男主也不过来扶我一下 从考古现场 居然穿越到泥巴国来了 这也太扯了 我这打扮是白骨精还是玉兔精 不行 我得赶紧回去 哎呦 素素 你这是要撞死你爹我呀 怎么还冒出个爹啊 我要是回不去我的避炎社就怎么办 没有避炎 我就避不了业 避不了业 我怎么找工作啊 老天爷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回不去 能回去 回不去 我听下人说 是你救了小女 何某 感激不尽 举手之劳 何宫客气了 今日前来 是想问问那件东西的土壤 是否提炼出来了 事关重大 还请何宫多多费心 不明白 回不去 臭泥巴 我救你是看在何宫的面子上 当朝有律 反对泥肃不静者 诸之而不设法 实在抱歉啊 我这儿还没有恢复呢 你能扶我活房间吗 长得挺帅 就是脾气太丑 苏苏 你嘀咕什么呢 爹 我出去看看行不行 绝对不行 你才遭遇杀身之祸 就不能让为爹的省点心啊 好好在家待着 他想着这个 左边 哪一家 太太你 陪我已很累了 你还不凌晨 就在这儿 看见呢 这个宫uds não 这儿还在这儿 这儿还想出来 你哪里 您也能够吵架 整个压力 能势在必得 宋依晨 你若是弃暗投名 我便请示国主保留泥瓦学堂 让你继续教书 无心归处即无乡 天使国若不在了 泥瓦学堂 还是那个泥瓦学堂吗 你既然找死 我成全你 上 天使国还有哪些内剑 你太剑肥了 你 像是杀人灭口 才装作剑皇师祖 此党心机 怕是与刘建国的剑系有关 怎么古代人比现代人 搞对象的速度还要快啊 若不是间隙还好 若是间隙 怕是已经潜入潮中 大哥 对象对象 就这么对着看相吗 大哥 想 想结色不用动的 我愿意 名罗通告 关好门窗 小心火转 我看你 说你 没 有 有 没 咱就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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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子 宇辰 朕相信和拱忠心耿耿 至于他女儿 便交与你去调查 倘若朕与刘经国勾结 陛下放心 臣定会盯死何苏苏 有任何风吹草动 便立刻住之 好了 小姐 时间来不及了 要不 我来帮您画 你确定 这些东西 真的能涂在脸上 这些五彩泥可是千金难求 全是陛下御赐的 小姐 您可别乱说 可你太好了 小姐 老爷 老爷说 有要紧事找您呢 爹 这位是 尼瓦学堂的陈先生 是小女何苏苏 见过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能不能别告诉别人啊 告诉别人什么 不愧是何宫的女儿 昨日宋某有缘见过一面 便觉得此女卓越不凡 今日嬉戏一看 果然有做泥塑的天赋 何苏苏 昨日宋某有缘见过一面 便觉得此女卓越不凡 便觉得此女卓越不凡 今日嬉戏一看 今日嬉戏一看 果然有做泥塑的天赋 果然有做泥塑的天赋 小女对泥塑并不 这易辰兄爱才心切 愿意受苏苏为关门弟子 乃是苏苏的荣幸 这不过小女天生不喜泥塞土壤 实在是 你忘了昨晚的事了 昨晚 没忘没忘 昨夜听陈先生的一席话之后呢 我突然就毛色顿开 若是陈先生可勉为其难 收小女为徒 那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泥塑 光宗耀塑 昨晚你们 昨晚是这样的 昨晚夜深人静 我听到一女子的尖叫声 于是我就出门查看 便看到陈先生在为女学生授课 这不棋抹黑的吧 我也没听到什么 我就回去了 若是不想我报官的话 就乖乖回和府 好 事到如今还在装模作样 只怕和府还有其他解析 定要尽管将他们救出 苏苏小姐若是愿意 宋某愿意随时交手 好 既然如此 我就让苏苏明日就去学堂 日后还望你陈兄多多指教 父亲 既然这样的话 我可不可以出去逛逛 好买几个课本 可以多记录一下陈先生的金玉良言 去吧去吧 去吧 好嘞 香甜可口的泥巴饼 泥巴饼嘞 香甜可口的泥巴饼 真的质量 泥巴饼 十文钱一个 拜拜 来一个 好嘞 先生 这和苏苏先前连泥土都不胖 如今却吃上了泥巴饼 实在是有些古怪啊 只要是奸细 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我把她招进泥巴学院 也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吃土 吃土 苦往今来 都有这么一首 泥巴饼嘞 泥巴饼 便宜卖了 十文钱一个 都瞧一瞧嘞 慢走 来来来 诸位上眼瞧啊 这可是好东西啊 今儿给你们可来着了 好 来看一看啊 泥泥马 诸位上眼啊 这东西我告诉你们 那是来之不易 今儿给我说实话吧 没有五十两文银 我是不会转手的 我入手的时候 都是四十两 现在还不能这么扯了 小姑娘 你是不是觉得 我的泥泥马不好啊 挺好的 这样 你帮我一起把它卖出去 我给你一成挺好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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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来来来 别客气了 来来来来 硬的 硬的 一成呢 不是 不是这银子啊 你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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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吧 你真能修好 废话 对 看见 这银子 是有点 是有点 很具体的 那你们现在 由于 对 你会召唤一张 你会再有点 帮我来 这银子 你会 Ukraine 伟臣呀 Rina 你会不会 那我来 你会败 你好 他就很不动 好 休什么休啊 这家当铺好像并非敌国奸细的据点 既然拼不成 不如做个新的 那这个留着也就没什么用了 这家当铺的据点 我要说 这是个巧合 你信吗 把那些人杀人灭口也是巧合吗 我真的不是奸细啊 我生是天使国的人 死是天使国的魂 我热爱这片生活养我的土地 刘金国的人最是厌恶泥石图啊 更别说泥塑记忆 这跟你如出一辙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误会了 我喜欢你吧 我 我特别喜欢你吧 我从小就爱玩泥巴 不行 你看 你真的搞错了 我真的不是奸细 我要是奸细的话 现在肯定有人来救我了呀 陈先生 你就信我一次吧 我 我真的不是奸细 我都在你找到我 我真的不知道 去那里巴尔 我可以听到你 那我们对啊 这一 zona 我们就能来 我找到你 或者你要去那里 我去年饭 他à是一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木就是关于民间手工采素 作为传统手工工艺 大部分的采素是自然风干的 但是今天带你们来看的 是烧制而成的泥素 这个泥素呢相比于采素 还是有所不同的 先不说了 贺素素 你干什么 我 贺素素 快上来 你这儿快上来 贺素素 贺素素 你不知道烧制泥素的时间 控制极其严格吗 你居然睡觉 这也没有闹钟 我怎么知道过了多久啊 贺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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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不是说男女授授不亲吗 怎么还一抓住就不撒手了 这也不喷点烫伤药 拿土嬷嬷就包上了 大哥能认真点吗 愚蠢至极 晚些时候再去上药吧 你马还在火炉里 快去拿 死人 又在那里 我去拿小子 快去拿一道 oss akan 把具体都交给药 泥肃 可洗不清你的嫌疑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 果然男人都是打猪蹄子 你是不是想说 我为了当天使国的奸细 连泥肃都学会了 对不对 知道就好 贺素素 你要是再让我抓到你的尾巴 就算是巧合 我也绝不会客气 不过 这个半成品我也拿不出手啊 半成品 苏苏小姐 那 这泥马的成品 应该怎么做 我保持好 这就是 有带来那么咖啡 这就是 还有一句的 身体还没来 降伤 就行了 这就是 有什么 别动 马上就要完工了 快点 分头行动 好 走 我发誓 我不认识他们 这儿没你什么事 明日一早 记得去泥瓦学堂报到 这么多刘经国的奸绩 你一个人能行吗 送苏苏小姐回和府 是 我发誓 我不认识他们 我发誓 對你心情正好 不如無難再作出 在我感受中的 簡直下 不? 在我地感受 在那時候 不然功夫 不是 在我身邊 不然 在我地感受 就要 在我身邊 不然 要帮見 你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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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些 您先把饭吃了再走啊 来不及了 馨儿 您先吃了再去 去学堂报到又不是什么 人命关天的大事 你别说 还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小姐 饭都不吃 还人命关天呢 同学 你都入学证呢 大爷 大爷 我是新来报到的 什么 你是想来睡觉的 睡觉去客栈 大爷 我是新来报到的 好好好 把名字写在这儿 好 大爷 还是您来帮我写吧 大爷 老太奶 伙计 好 多谢 同学不必客气 在下唐星人 一会儿还请多指教 好 你听说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认识他 我认识啊 何苏苏啊 从小就讨厌泥石土壤 天石城的扫把星 对吗 过而能改 善魔大眼 如今他也是瓦匠学校 连入学考试他都没有参加 谁承认他学生的身份了 你吗 还是你呀 我 够吗 女界十遍 抄完之前 不必再回血堂 陈先生 修月没说错 何苏苏她就是一个 二十遍 修月知错了 现在便回去抄吧 何苏苏是我新收的关门弟子 谁有意见 三日之后可以找她切磋记忆 把刻板都拿出来吧 何苏苏 何苏苏 陈先生有何指教 学生一定请记 作为我的关门弟子 你必须是我所有学生中最优秀的 收拾好东西 随我上山 上是什么 上山 三日之后等你收好了 我们去爬山 不用了吧 你看我这 这种伤三天之后肯定好了 先生说的是 说上山咱就上山 先生 这就是您眼里的山吗 山不再高 有土就行 作为天使国的工匠 必须要尝过每一座山头的泥土 这样才能了解他们的特性 可以更好地提炼和烧制 你尝尝 你尝尝 才能更好地把握 先生 那 我想问问你啊 什么时候你才能相信我不是留经国奸细啊 谢如何 谢 信 信我就不用上课了呀 更不用爬山吃土了呀 不信又如何 不信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就只能混吃等死了呗 我是不是要死了 可是我怎么感觉不到疼呢 先生 先生 人治将死 齐焉也善 我真的不是奸细 你就相信我吧 放心吧 你死不了 你先再次躲着 我去把敌人引开 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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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你别吓我 快醒醒 陈先生 这几个人看气势就是留经国的 陈先生 先想个办法把他们忽悠住 再给苏义辰疗伤 我将留经符藏于泥塑马匹中 你们为何无人接应 我等收到消息 便立刻前往 可 可什么可 如今留经符 在宋义辰的手中 我绞尽了脑汁得到他的信任 想夺回留经符 可你们呢 直接将他射杀 这国主怪罪下来 你们的脑袋都要落地 滚 滚 是 妈呀 吓得我 陈先生 快醒醒你 陈先生 陈先生 你醒了 你怎么样 那些杀手呢 都被我吓跑了 你等我一下啊 将杀手减散 看来 他定与留经国脱不改关系 不杀我 怕是为了从我手中夺回留经符 以控制隐藏在天势城中的刘经卫 这个家伙 不会把我当成奸细了吧 他真这么想 我可跳进红河都洗不清了 不知留经国究竟有何行动 如今只有将其究计 通过何苏苏苏 查出留经为隐藏于天势城何处 太好了 是 算他还不太好 今日之事 送我对他明镜的心 多谢 不必客气 男女寿受不轻 还请苏苏小姐自助 都什么时候了还来这一趟 我刚服药的时候 早就摸了个别的 是不是十那十块 当十那剑 嘟的一下子冲我飞过来 然后我就刷了一下 就走开了 可是呢 那宋依晨没躲开 我还得去救他呢 我小姐 你什么时候学会武功的 太厉害了 我等会儿跟你说 好 过来 我请不吝点赞 那我找到我的 咱们 我带你 不吝点赞 好 我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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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帮忙 陛下放心 臣已经想到办法 将城中的刘靖国奸细 一并铲除 并修复泥瓦玉玺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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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到哪儿了 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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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宋一辰 他就中剑了 当时 所有的杀手 全都围着我冲过来了 我当时已经 黑虎涛心 再一个 海顶楼玉 然后一个 叔叔 上学去了 来了 然后一个 小姐 小姐 您先上学去 上学要紧 我还没说完呢 我在这儿等您 行 那你等我 我回来跟你说啊 好 我在这儿等您 等我等我啊 好 我等您 刘金甫呢 少主 刘金甫已被宋怡辰拿去 我等今日行刺宋怡辰 却得到了一个新的消息 什么消息 太子殿下已安排新的 刘金卫首领来接替您 如今他正在寻回刘金符 什么 看来大哥 看来大哥 是真的想让我死在天势城中 新的首领是谁 和府嫡长女 和苏苏 和苏苏 一个海底捞远 再来一起 螳螂捕蝉 我看来 这里不会真的是 奸细的藏窝点吧 大人 下属要事禀告 将您帮来示威下策 这些刘金甫的奸细 真的把我当做同伙了 现在怎么办 不装下去 只怕一炷香都用不了 就被活活打死了 装下去 至少能活三柱香吧 废物 不能用暗号传递信息吗 竟然要将我绑到此处 万一天使国成首发现 岂不是要暴露了 大人说得是 请大人责罚 算了 如今 刘金国攻打天使国在即 本大人正是缺少人手的时候 今日我就先饶你们一条命 若是日后 万不可如此鲁莽 你有何事啊 没事 闪开 大人 这何苏苏苏却为刘金国奸细无疑 师父要 不必 调查出刘金国暗号 通过何苏苏顺他摸瓜 将所有奸细一网打尽 是 是 小玩意儿 不行 万一被刘金国的人知道我是假的 那我不就死定了 肯定会抽了我的筋 扒了我的皮 这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不过 他们那些杀手 说把我抓了就抓了 我还能跑到哪儿去啊 不管了 先上课再说吧 何小姐 唐星人 你也住这附近吗 我只是顺道去当铺一趟 将之前抵押在那里的东西 赎回来的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汤某嫁境贫寒 何小姐勿许道歉 你若无事 不如一同去学堂可好 好 礼马学堂出事 何苏苏 唐星人都在啊 何苏苏也在啊 对啊 他们都在啊 怎么能考试 这要考试 以往学堂的出事半年一次 不通过考核便会留级 而我们如今只是初级瓦甲 若是连这都通不过 便只能被扫地出门了 这要是被赶出去 反而说不定是好事 好事 何苏苏 还有三日便是学出测试 你若是不能通过 我便把你逐出你瓦学堂 别忘了 你之前做过什么 你还要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能不能别告诉别人啊 同学们 此次出事极为重要 前三甲获得者 将与我一同去中原节 修缠尼塞 是啊 修悦 修悦 你一定可以 希望 那是当然了 而最后三名同学 自行退出你瓦学堂 再不入用 这些抽 对啊 那么一定要好好考考 你昨天都追了 对 我小孩儿里 我小孩儿里 我小孩儿 努力吧 这是校园霸凌吗 原来不过时候就有 来就来呗 谁怕谁啊 这 烦死了 早知道我以前 就好好学习尼苏理论了 我这字都认不全呢 让我怎么背啊 少主 今日可确定和苏苏的身份 若是这么好 我确认身份 怕是天师城中的人 早就知道了 那我们要不要 切莫鲁莽 何苏苏心思缜密 一直已厌烦泥石世人 如今却能在当铺中 制出彩色泥塑来 如此深藏不老 确实大哥作派 是 既然是大哥的人 你们便先与他会合 我完成大哥交代的任务 至于何时除掉他 我自有打算 属下遵命 人家读书要钱 这松一辰 要命 小姐 小姐 陈先生来了 陈先生 这是什么西北风 把您给吹来了 何苏苏 三日后的出事 你若是进不了前三名 我便将那一夜之时 告知官府 好自为之 是 先生 您先坐下来 听我说 你看我 我真的已经 好好努力在读书了 但是 这读书已是吧 它不是一朝一夕 它就能学得 会记得住的呀 你就放过我 你觉得呢 我才去了几天学堂啊 你就让我考入前三 要不然 你报关吧 反正抓我 早死早超生 既然你愿意 那我现在就带你去报关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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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玩笑的 我要是不怕死的话 我还读什么书啊 你好自为之 属下见过卫寿大人 我去 你们拿我这儿当什么地儿了 大白天老有男人进出 你呀 那个 这个 没什么事别白天来啊 被别人看见了不太好 回大人 属下得知您是新任的流经卫手 所以立刻前来报到 还望大人见谅 流经卫手 听名字 应该是天使国里 所有流经国奸细的老大 是 罢了 我们流经卫 藏于天使国中 最好不要白天行动 有什么事情 可以当铺联络 是 那下官近日可有任务 我 本大人想了一想 确实有重要的任务 要托付给你们 三日后 尼瓦学堂出世 你们无论如何 都要帮我拿到 前三甲的名词 是 今日出世 考题为天使国与泥塑史 需以天使国与泥塑之间的渊源 进行撰写 考试没有标准的正确答案 一切以我的评分做标准 他说多少分就多少分 那他想害我 岂不是太容易了 还好我早有准备 凡是作弊者 一律逐出血堂 何苏苏 记住了吗 记住了记住了 绝不作弊 开始答题 出世时间为一个时辰 李小人 他说 我 会 你 有 有 请我吵吵 陈先生 我举报 和苏苏作弊 陈先生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还没来得及抄呢 如此投机取巧 真是小木不可调影 陈先生 我真的没抄 这书都不是我的 不信你看吗 早知道就不该救你 弄得现在这么被动 算了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大不了就抓进管府呗 说不定 死了就能回去了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或是否换了 或青鱼红毛 或重于泰山 横竖都是死了 看来现在只能赌一把了 要赌 我们就赌把大的 今天怎是这般模样 臣愚钝 越发不理解刘清国 到底想要做什么 说说看 这何苏苏睡刘清卫之手 却只因我看见他杀人灭口 就处处听命于我 此举极不合理 臣之前身受重伤 他本可杀我灭口 以逃脱罪名 可却又救了我 此举更为不合理 听你这么说 朕倒觉得 他不是刘清国的内奸 这一系列的误会 只不过是巧合罢了 想要知道何苏苏究竟是不是奸细 还有一个办法 有没有人 给本姑娘出来 就你一个人啊 回大人 其他刘京卫如今正潜伏在尼瓦学堂 为大人解决出事进入前三甲一事 我是考试作弊判了零分 你们这样都能让我进前三甲啊 属下不能保证您进入前三甲 但可以保证其他人也无法进入 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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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问题想请教您 密火 这尼瓦学堂 怎么也是天使国镇国学堂 你们刘京卫可以随随便便就能进了 大人 是咱们刘京卫 对对对 咱们刘京卫 要想不被天使国的人发现 任何时候说话都要小心 就你这觉悟 活不过三急就得被抓 大人说得是 刘京卫早已在尼瓦学堂中 安插了许多眼线 自然将卷子可以 神不知鬼不觉地全部毁掉 卷子全部被毁 那考试自然就不能做书 到时候肯定会同考 只要能进入前三甲 自然就不会被宋义辰 举报抓进官府了 表现不错 等回到刘京博 众重有赏 郝素素 真是刘京卫见性 你们都先回去吧 把他交给我 大人 您答案为 放心吧 别说宋义辰了 就算十个他 再加上你们 都不是本大人的对手 快走 是 是 郝素素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没话 反正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我认了 你从小便在天使国长大 何时开始为刘金国做事 此言差矣 臣先生 一直都是刘金国为本小姐做事 本小姐 从没有为刘金国做过任何事 此事呢 你还得听我盘一盘 这边请 请坐 之前我一屁股坐死个人 你以为我是刘金国奸细 后来呢 他们派人追杀你 被我忽悠走了 结果他们也相信了 我是刘金国奸细 还是个首领 现在所有人都认为 我是刘金国奸细 实话实说 我还真觉得 自己带着任务来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是 能不能让我 想说什么 爸爸来的 我们想说什么 少主 苏苏大人在宋益辰面前 暴露了自己 宋益辰可有杀了他 苏苏大人武功高强 只怕宋益辰不是对手 武功高强 你当真愿意帮我们 揪出刘金谷的所有奸细 这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不然我给你打个样 表表忠心 怎么表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也有的是办法 不过 我帮你搞定了刘金谷 你要帮我离开天使谷 行吧 那我先安排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贼窝 不见不散 贺素素 我倒要看看 你在耍什么把戏 如今试卷被毁 出事已然不作数 想必会再次测试 到时候我会与何苏苏打成一片 试着从他口中 套出大哥的消息 少主 里营外河剿灭天使国 是您唯一竞选 流经国主的机会 若是留着何苏苏 只怕最后还是太子殿下的功绩 所以我必然要策反他 让他归顺于我 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铲住大哥 少主 太子殿下的人如何策反 娶他为妻 荣辱与共 小姐 小姐 有人找你 谁找我啊 找我 你高兴成这样干吗 说是你同学姓唐的 唐 小姐 你快去吧 小姐 快去快去快去 小女啊 那还是太过顽皮 女孩子嘛 还是要疼多一点 素素 兴燃你认识吧 认识认识 班草嘛 兴燃 在尼瓦学堂品学兼优 未来可是我天使国 一等一的栋梁之才啊 过奖了 今日特地前来找你 是要跟你一起探讨 学习一事 找我探讨 找我探讨 爹 就我这学习 我还有探讨的空间吗 小姐 探讨一下嘛 你认真哪 探讨学习吧 探讨学习吧 没啥问题 探讨学习总归是好事 那你们就好好探讨探讨 我就不打扰了 爹慢走 和宫慢走 你跟他熟吗 你就喜欢他 不熟就不能喜欢啊 小姐 你这话说的 我看小姐 你是不懂 这些丫头的苦衷 得得得能喜欢行了吧 不过 但从项目上来说 你俩确实不太般配 小姐 我开玩笑呢 你家小姐 当然希望你们俩在一起了 这家伙 可是 spell 我这口气 我帮我打扎 看第二了 他们 要给大家 ideas 的颖可能 暂时 或是 由不你 我们拔 把 LEDs torch 也不能 今日多有叨扰 还请见谅 唐公子哪里的话 苏苏还想让你多来几次呢 请坐 有什么探讨的呢 你就跟馨儿说就可以了 我还有点事 一会儿就回来啊 唐公子啊 咱们可以开始吗 大人 我等你全部隐藏于街巷之中 若是遇到危险 便会第一时间营救你 是真是假 今日之后 一切便会断绝 泥巴饼嘞 泥巴饼 十文钱一个啊 早知道 就该问问暗号是什么了 这想见个面也太难了吧 这么大的天使国 你让我去哪儿找他们吗 你还要看得到我 再看一个 来 泥巴饼啊 来 泥巴饼啊 泥巴饼 十文钱一个 刘金国的绝技 隐身术 大人 这样你都能看得到我 我 大人有何吩咐 一个时辰之后 叫你这些会隐身术的兄弟 到当铺开会 是 人呢 人呢 不知道是我傻还是你傻 把这群家伙迷晕 交给苏义辰 到时候自然有人使去买 我也就解脱了 见过 卫手大人 大家不必行如此大礼 快快请起 就你们四个 卫大人 潜伏在天石国的刘金卫 人数众多 人多眼杂 太容易被人发现 就来了四个 宋医生 会不会觉得我这忠心 表得不明显啊 大人放心 刘金卫共有三处 负责情报 暗杀和侦查 三处的大人全部在此 任何命令 都可以第一时间 传递给所有人 非常好 你们是刘金国的重臣 个个背井离乡 卧薪尝胆 我代表 刘金国的国主呢 敬诸位一辈 刘金勇助 万死不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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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你了 为了早点离开 豁出去 我们大家如此团结 那必须此时此刻 要敬上诸位一杯 来 刘金勇助 万死不辞 刘金勇助 万死不辞 干杯 刘金勇助 万死不辞 刘金勇助 万死不辞 刘金勇助 万死不辞 先生 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半个时辰之内 我若还没回来 并立刻通知护城军围剿此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人全都是你解决的 不然呢 不是我 难道还是你呀 我已经帮你打听好了 刘京国有三个部门 现在躺着的这些都是一把手 你可以带回去审 审什么 你不能说话不算话 你答应过我的 我只要解决了这些刘京卫的奸细 你就放我离开这里 何素素 你为了给我表忠心 将刘京卫结尾管事人全部杀死 这种手段 宋某实在是佩服 不可能啊 我只是给他们下了点蒙汗药而已啊 见过卫所大人 如果我说这是个意外 你信吗 天使官暗中调查这么多年 才找出刘京国几位管事人的真实身份 本可顺头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 却因为你功亏一篑 何素素 你还要脚背到什么时候 大哥 我真的没骗你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为了给他们喝下蒙汗药 我 我这手都受伤了 你看 很疼呢 我 我 我还活着 宋依辰没杀我 她是相信我了 既然已经醒了 便早些回去休息吧 你瓦血汤不是睡觉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把我送来这儿啊 你直接把我送回府上不就得了吗 也对 这陈先生喜欢给女孩子上课 我 万一直接把我抱回府上 那明天天使国的百姓可有得了了 刘京国之人 难道都爱成口舌之力吗 喂 我可是按照约定把人给你带来了 他们死了跟我也有什么关系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为什么处处针对我呀 无论过程如何 结果便是 天使国丢失了刘京国奸细的所有线索 而这一切 就是因为你那碗蒙汉药 我 现在 他们唯一能够联系的人便是你 何素素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若是答应 我便相信你不是刘京国奸细 我愿意 双手愿意 请问 我要做什么呀 你去告诉刘京国奸细 我已经叛离天使国 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以你马首是瞻 把刘京卫 全都交于我掌管 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小姐 这个力度可以吗 早上没吃饭啊 我吃劲了 在网上按按 这样可以吗 也还行 那 这样可以吗 还行 那 这样呢 也还可以 那 这样呢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样可以吗 也还行 那这样呢 也还可以 那 这样呢 陈先生 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没有 成交 嗯 来 少主大人 大事不妙 什么事如此慌张 傅同领 甲午大人 与流京卫三处首领 全部深死 不可能 甲午与三位同领一同联绍 哪怕天势城中 十大高手同时出手 也不可能如此 悄无声息地被主决 少主 属下平日便藏匿于令氏堂中 已经仔细查验过 四位大人的尸首 如何 四位大人全身 并无一处爱杀 也并无中毒的几下 唯一的可能 是被人活活针断筋脉 弃血攻心而死 天使城中 还藏着这么一位高手吗 接着说 接着说 笑了不好意思嘛 你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呀 我这不是 在给你们创造机会吗 人家唐公子长那么帅 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嘛 什么看得上看不上的呀 人家都说了 家境平安 再说了 他长得帅 我们家杏儿也不丑啊 熊琴 好了 不好意思就算了 那机会有的是 大不了我就约他 来家里玩呗 真的 那杏儿就 先谢谢小姐 好说好说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又来这套 说吧 这次找我什么事啊 傅吞令甲午与三位首领 一同遇害 如今隐藏在天使国的 刘金卫群龙无首 不知大人有何安排 我知道大哥派你来 是想架空我在天使国的权力 可如今刘金卫中 已有四名高手 被悄无声息地杀害 还请 行一致对敌 我 星染愿一切听大人安排 只求保住我刘金卫 在天使国内的百年基业 是 下一次 我再来 是 我再来 这次 我再来 解识 这次 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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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我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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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打仗终归是不好的 让唐星人再回到刘金国 也不太现实 毕竟 杏儿这位傻丫头 还一门心思想要嫁给她 杏儿 杏儿 还有 杏儿 虽然四元大将已死 但是 我已经成功策反了宋义辰 他现在完全听命于我 苏苏大人手段通天 欣然着实佩服 放心吧 有我在 我们刘金国 完全可以把天使国 掌握于股掌之中 有苏苏大人在 相信我刘金国 定能一统天使国国统 是 这么说来 这个何苏苏竟然如此厉害 陛下 若是真的能够打入 刘金国奸细内部 臣打算 将刘金国奸细 全部换成咱们自己的人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给刘金国 提供假的情报 还可以借此 渗透进刘金国朝政之中 翻托个刘金国奸 算是 你苏苏尔 帮你苏苏尔 有钱 是 可逈的 给你苏苏尔 来 我靠近靠 你醒了 你看哪 这皮肤不会变 就是 这好 算你走运 修悦 你找死吗 你 修悦你别怕 你再说一句试试 我说我可不怕你 我说我可不怕你 你说谁 你再说 我说我干吗 我说你很久了 不存在吗 这次测验 是提炼泥土的韧性 优圣祖随我一起 去修善泥塑即可 修善泥塑 修善泥塑 真的假的 有这样一个机会 对对对 哪有修善 那可太好了 何素素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苏苏大人 提炼泥土一试 我会帮你处理好 绝不会让你在学堂之中 试了面子 不用不用 这点小事呢 我自己来就行 你说这个宋依晨已是 明明已经归顺了 苏苏大人 却还是借着先生的名义 处处针对你 自然是我让宋依晨 这么做的 他表面上对我越是苛刻 那在外人看来 他越不可能被我策反 苏苏大人所言极是 是兴染狭隘了 赫苏苏 赫苏苏 你留一下 之前说修缮中元节雕像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激动啊 修复天使国女神像 是每个天使国人的梦想 当年 天使国女皇孤身一人闯入纲目国 签订了五国盟约 才换回天使国百年安宁 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你是刘庆国奸细 不配摘养天使国女皇雕像 你就带我去看看嘛 求你了 做梦 那你带我看看画像也行啊 就一眼 就一眼 但凡你用功读书 自读书 不会吧 天使女皇可是咱们的开国女皇 所有的泥塑 耕种 彩绘 都是由她一点一点传授下来的 小姐 您不会真的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这个女皇 她叫什么名字 这 这个书上好像从未记载 不是吧 开国女皇哎 连个名号都没有吗 那你知道这个女皇雕像在哪儿吗 这 这 这女皇雕像位置隐蔽 寻常老百姓怎可知晓 也只有像老爷那样的高官 才可知晓位置 好 这才好 你帮我 帮你帮我 我帮你帮我帮我帮我去 我帮我帮你帮你帮我帮你帮我 帮我帮你帮我帮我帮他 他不会告诉我的 我爹 恐怕他也不会告诉我 那我要怎么才能知道 这个雕像在哪儿啊 有了 古代人没有手机 没有微信 平时都怎么练习啊 唐欣然 你来得正好 请坐 素素大人如此谨慎 欣然佩服 罢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当铺的 素素大人 上至朝中官员 下至黎明百姓 四处都有我们的眼线 找到您自然是不难 虽然费点人力 但也挺方便的 对了 今日找你前来 我是想让你帮我打探一下 天使国女皇雕像的位置 大人 您是想 我 摧毁女皇雕像 这对于天使国百姓的打击 不言而喻 到时候 我们刘金国自然可以 刘金国自然可以帮天使国重塑女皇雕像 这样也重铸 两国友好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宋义辰 一人 康兴 康兴 朗兴 康兴 认为宋义辰在给留金国卖命 而宋义辰并不知道 康兴是实打实的留金国人 如果让宋义辰知道了 高兴 的真实身份 那康兴 当然 肯定就会没命啊 信儿难过不说 我这个刘金国奸细的名头 肯定是坐实了呀 不行不行 绝对不能让宋依晨知道 他能兴染的真实身份 苏苏大人 为何我刘金国 要帮天使国重塑雕像 正所谓冤家一解不一劫 解灵还须戏灵人 人生自古谁无死 您的意思是说 要让百姓知道 刘金国也具有泥塑努力 如此一来 便可以不费一刀一剑 便推翻天使国皇帝的皇帝 没错 这天使国国王的王位 肯定是石头做的 我们如果要是推翻他 再换个金的 那听起来 是不是高大上许多呢 换个金的 好了 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陈先生 近日前来有什么事啊 陈先生 好 幸远 你我都为刘金国卖命 以后还请多多帮忙 陈先生愿意弃案投名 助我刘金国一统天使 幸远愿鼎力相助 是 一个老狐狸 一个小狼狗 根本就不是一个断位嘛 欣然 刚刚与苏苏大人 在聊些什么 我们是在商量 如何找到天使国女神像 你喝点水 谢谢苏苏大人 不客气 找到天使国女神像 是想要做什么 自然是来 再喝点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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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吧 欣然 此次任务 可是要毁掉天使国女神像 是 陈先生是否愿意帮忙 此次任务交给我 与苏苏大人便好 我 苏苏大人的心思 可真是深不见底啊 你 你进我房间干什么呀 我开玩笑的 我怎么可能炸毁女神像呢 何素素 你已经答应找出刘金国奸细 为何唐星染是刘金国人 你只字不提 我要说为了杏儿 恐怕连杏儿也跟着一起倒霉 其实呢 他和你一样 都是天使国大大的好人 也是想通过我找到刘金国的奸细 何素素 你真当我是傻子不找 太子殿下到法 刘金为未曾迎接 还望恕罪 甲午不在 甲午大人与僧畜首领 均已被天使国高手所杀 现在是何素素大人在掌管刘金位 何素素 你真当我是傻子不找 好 其实 唐星染也是被逼的 他是刘金国的六皇子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被他哥哥丢到了天使国 说是为了打探消息 实际上就是不想让他回去 夺取皇位 也挺可怜的 所以呢 没有所以了呀 有你在 一个唐星染还能把天使国 闹翻天不成啊 再说了 他现在唯我马首是瞻 留着他 说不定还有用得到的时候 素素啊 一辰兄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爹 陈先生正在给小女上课呢 我之前不是跟您提醒过吗 这陈先生啊 最爱半夜给小女子上课了 小女顽劣 一辰兄 好了爹 你来找我什么事啊 正好一辰兄也在 爹来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 这不过节吗 中元节 去修缮女神像一室 若你愿意 爹就带你去开开眼界 我当然 我 当然不愿意了 这万一再磕磕碰碰了 我还要担责任 不去 你这丫头 待你又不是让你去干活 就是去看看 你不是天天嚷嚷要出去玩吗 怎么出尔反尔 我到底是去 还是不去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好了爹 说不去就不去 陛下 臣已经调查清楚 何苏苏是刘卿卫首领 唐星人 是刘卿国六皇子 看来刘卿国 早已知道尼瓦玉玺破裂一事 才这么胆大妄为 将皇子都安插在天石城中 刘卿国兵强马壮 唯有修复玉玺 才能解天使国之难 向其他三国求救 陛下放心 臣定会早日修复你瓦玉玺 你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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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听说了没啊 陈先生昨晚给何苏苏开小灶 听说啊 学了一整晚哪 一整晚 就他们两个人 是啊 你听谁说的 没有证据不要乱说话 急什么嘛 就仗着你爹是三品大臣 我爹还是二品呢 就是啊 就算是授课 也不可能一整晚都在 就你会犯花痴 别理他 继续说 继续说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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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唯一是那个了 对吧 咱俗 咱俗 她 是 是 是 继续 老娘人 你喊酒了 别 你可打我 对对对对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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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好了好了 别打了别打了 别打了别打了 别打了 你凭什么五岁臣臣 让多晚云你够出一事 你费吗你 我不配你 行 行 别打了 是什么错 就你没长相 小时候被你追击过了你 你捏了土 你成包根茬 狗都比你噎得好 说什么呀 你一会儿再说一次 我说了怎么了 先生每天晚上都给我上课 天啊我还躺一个 被窝里取暖呢 别躺了 别躺了 行 别住手 先生来了 快坐 快坐 坐坐坐坐 门外已经准备好了 此次提炼所需的土壤和工具 三个时辰之后 我会公布此次提炼土壤的硬度 现在开始吧 何素素 何素素 陈先生 你不会生气了吧 我刚才是一集才那么说的 你知不知道 此番言论回的是你的清白 我管得了那么多吗我 深正不怕影子邪吗 你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去提炼泥土了 何素素 若是此次出世 你能夺得第一 我就让你去见女神像 可好 说定了 我知道吧 你帮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我帮你了 你了 就说坏了 你了 对 我冒在这儿 我给你了 就把门在这儿 łem 不然于立安坐毕处理 没问题 太子殿下到法 刘精卫未曾迎接 还望恕罪 甲午不在 甲午大人 与僧处首领 均已被天使国高手所杀 现在 是何苏苏大人 在掌管刘精卫 何苏苏 优优独自行 优独自行 最好的 是 明镇 这只好 就要是 坚持 这只好 王肯 神 神 快 陈先生 可以借你的火折子用一下吗 谢谢 这种提炼泥土的方式 你是从何处学来的 陈先生 我这不是在提炼泥土 我这是在提炼木头 提炼木头也是为了提炼泥泥土 难道不是吗 是是是 先生说是就是呗 提炼泥土想要最硬呢 就必须要非常高的温度 但是一般的火焰达不到这种温度 只有木炭可以达到 就先制作木炭喽 这些都有一袋冒烟 就必须要堵上 要不然就会让木炭化掉 立功温度 刘京复仪式 假物大人身死 若不是苏苏大人在 恐怕刘京卫 早已成为一盘散沙 六弟呀 六弟 还是不胜心 以为扶起一个和苏苏 就能与我抗衡 行 待人将何素素喊来 我要与她好好交谈一番 是 木炭的制作工艺 是刚过我的不传之名 这何素素不仅知道泥塑的彩绘 更懂得制作木炭 究竟是何人 你也想像我那样吗 你看我这 我 实话实说 你是不是没见过 这么高端的制作工艺 你要是同意带我去看女神像 我就把全部都交给你 得寸剑职何素素 别忘了谁是老师 谁是学生 为了修复尼瓦玉玺 偷师若子药 何素素 锤炼泥土本来就是为了去除杂质 你把木炭加进去 不是多此一举吗 你不是不看吗 提炼土壤完成的学生 全部回学堂内等待 跳梁小丑 你若是能制出比我还硬的泥土 我情愿退出学堂 你自己作死 可就别怪我了 你自己作试 我心会是无法滑 你发现药 你烦能生疑 你不认识 地炼土 我会想炼土 我感觉你也不希望你 你也不认识 陈先生 说好的三个时辰 如今时间已经过了 这何苏苏自然算测试失败 即便再给你三十个时辰 你的泥塑也比不上苏苏的 唐欣然 那何苏苏究竟是你什么人啊 你为了她三番四次的 要和我作对 若不是为了她 你连与我说话都不配 你 这种提炼泥土硬度的方法 是跟何宫学的 两三句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你就当我是你娘胎里带的好了 你要是想学的话 我也可以教你啊 学无先者 达者为师嘛 学无先者 达者为师 这是何宫说的 我说你这人好奇怪啊 为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贴在我爹的身上 而所有的坏事都扣我头上呢 我是小时候偷你这大米了吗 还有半刻钟变三个时辰 再不回去便算你弃权 这才对嘛 不合格 不合格 天使国的立国之本 便是城池的固若金汤 易守难攻 而坚固的城池便需要更加坚硬的泥石 今日我要看看谁能够拔得头筹 和我一起去修缮天使国女神神像 秋月 何苏苏 唐星染 将你们三人的城上来吧 等等 怎么 怎么 还没开始就怕了 堂堂和公的女儿提炼的泥石 能有多坚固 让我们大家一起开开眼呗 陈先生 我能不能和秀月下个军令状 万一她要是耍无赖 那可怎么办 何苏苏 什么 把泥石地炼到这个地步 把泥石练到这个地步 把泥石练到这个地步 已经算是出坑难境了 不错 不错 再接再厉 何素素 你不是要令军令状吗 现在力也来得及啊 那这次拔得头筹的便是绣月 等一下 陈先生 不好意思 刚刚时间太紧了 我这外面的泥土都没有清理干净 这是 这里面我加了木炭粉 利用物理高温和化学反应 提炼出来的探经 俗称钻石 说了你也不懂 钻石 苏苏大人 这个眼帘的工序到底是什么 这个物理高温和化学反应 我一直半会儿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你要是想学的话 我可以教你啊 那此等手段 天师城内只有和工才能做到了吧 你怎么也喜欢往我爹脸上贴金啊 算了 反正只要能赢绣月那个丫头就行 看见她我就烦 绣月家境优渥 却心胸狭隘 她是个女子还好 若是男子当朝为官 怕是朝中一大祸害 算了 不提她了 你今天有事吗 要不要到我家坐坐呀 苏苏大人 欣然还有一些小事 还是改日来拜访吧 没事 你要是有事就先去忙吧 好 先行告辞 我等你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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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蘇 你若不是柳經國奸行 該有多好 參見殿下 可惡 六弟 好久不見了 大哥不遠萬里 從柳經國趕來 小弟未曾遠迎 還望大哥恕罪 迎接 只怕你这辈子 都不想我到这儿来吧 大哥何出此言 天石城中的刘京卫 悉数被你斩禁 又扶起一个何苏苏 做首领 真当我不知道吗 苏苏大人 不是大哥你派来的吗 怎么会是 我派来的 我远在刘京卫 天石城中的刘京卫 尽数由你掌管 父皇从不让我染指 便是怕我除掉你 你觉得 这盆脏水 泼得到我身上吗 可是 也可是了 我且问你 有何证据 证明何苏苏是我派来的 不曾 不是我派来的 也不是你扶起来的 难不成 是天石国安插在 刘京卫中的奸细 刘京卫何在 属下在 集结刘京卫 随我血洗和服 一个不留 是 何苏苏提炼出的泥石 竟跟碎了的泥瓦玉玺 一模一样 义辰 天石国一直有个秘密 只有每一位皇帝 才能知道 如今是时候告诉你了 陛下不可 你堂堂天石国太子 即便你发下不休服玉玺 不入东宫的誓言 可你终究是太子 你未来是天石国的王 是天石国的主人 是天石国老百姓的天 天石国 天石国 天石国之有些 天石国之有些 得也不忍的 燃尽天地的火石 雨水成冰的粮玉 从此 天使国与流金国 纲木国 圣火国 姚池国签订五国同盟 天使国最终建立 百姓安康 天使女王却不见了踪迹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也没有人知道她来自何方 她只留下一段话 天使玉碎 女王回归 五国臣服 万事太平 百姓安康 百姓安康 八百姓安康 童格 天使 雇营 好 小 林 陈先生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啊 你想学我教你就好了呀 而且你一直把我当成坏人 我想要什么东西 你还能给我不成啊 明日一早 你我一同去修缮天使国女神像 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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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离开天使国了 不过 我会把我自己会的都交给你 不用你谢我 就当是 你留我活到现在的报酬吧 在我的世界里 尼肃经历了千百年的沉淀 有着无数的传奇和故事 我所学的只有九牛一毛 但我愿意轻能相守 希望你发扬光大 不仅为了天使国 更是为了后人 留下方便和财富 再也不见 我出现了 哪有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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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交给我便好 我拜托你 一定要完成 一定要求 天使过百姓于水火 拜托你了 大哥 这么多大事都让我一个小女子去干 你们这些大男人都去玩谜吧嘛 有没有点怜香惜玉啊 苏英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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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苏苏 苏我求你了 这里交给我便好 天使国的事情 都拜托你了 都拜托你了 好 我答应你 看来这个世界 只能我们女人去拯救了 天将将大任于四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曾义其所不能 不讨厌 太子殿下 若是我死的话 你便能停止杀戮 那就来吧 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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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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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随 Са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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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